紧接着地方新闻之后是今天的工商资讯 长荣跟上海旅游局联合推广了台湾跟上海的旅游 一起深刻我们以下报道 长荣航空与上海市旅游局联合举办旅游推荐会 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三年在北美举行 双方都很重视北美客源 通过产品整合 游客的相互延伸 增加彼此之间的客流量 再加上长荣航空增购了数价的波音777-312客机 并且耗重资将桂冠舱更换为水平式卧床的黄洗桂冠舱 明显的提升了长荣航空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长荣数据的重点主要是新的商务舱的一个改舱 那当然我们品质还有一些种种服务都更提升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展现我们新的飞机 因为我们又有另外最佳的7架波音777的飞机 那最主要的就是刚刚你所提的 要跟市场做一个更有利的一个竞争 所以我们商务舱也是到了需要太久翻新的时候 那要改就一次把它给改好 所以除了硬体设备以外 那我们在软体的部分 你包括那个Infly Entertainment System 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会比之前的这个影音系统 使用起来更friendly 然后容量更大 然后更清晰 新出来的这个黄洗桂冠舱 这个事实上应该对我们台湾 或者说对两岸的航空来讲 我们应该算是走在最前面的 走在最前面 那会是一个潮流 在会场上上海市旅游局配合图片以及影片 与与会来宾互动 介绍当地的丰富旅游资源以及趋势 副局长程梅宏也在访谈当中 推荐了上海的最新景点 山水化产品 山水化产品是指我们上海的松江的蛇山 那么它虽然说这个蛇山本身只有98米高 不是一个很大的山 但是因为这个山上呢 有我们这个远东第一大的教堂 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呢山下我们还有这个陈山植物园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松江的一些古文化的遗址 那么另外呢我们的水 我们除了黄浦江苏州河之外呢 我们还有电山湖 我们的电山湖的名气虽然没有西湖那么响 但是事实上电山湖 近两年的开发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游完了山你可以去看水 看完水之后呢 还可以到金山去看我们的农民画 因为金山的农民画是由农民 根据自己的生活来自发创作的一种画派 上海与台北都是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之一 目前长荣航空每周有45个航班 由北美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 多伦多六大城市飞往台湾 在衔接长荣与利荣航空飞航大陆29个城市 每一周105个航班的绵密飞航网路 是北美旅客赴台旅游 前往上海及大陆其他城市的最佳选择 天下卫视李晨勋罗气文采访报道 字幕 Chr об宦応 冻血汪 我这张要曲 谢谢